今天我們來複習一下第五課打工 跟我們一起打工 很好 兼職 大聲一點兼職 很好 利用 利用課餘時間 利用課餘時間 請試一下 利用課餘時間 很好 利用課餘時間 很好 哥大有很多同學會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嗎 我覺得哥大有很多同學利用課餘時間 怎麼樣 利用課餘時間 打工 很好 好 那哥大有很多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兼職嗎 大學時候 有很多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兼職 很好 好 那你身邊有很多朋友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嗎 對 對 很好 很好 那一般的學生都會做什麼樣的兼職呢 他們會兼職做什麼 嗯 他們利用兼職做什麼 這是什麼 服務 大學生會兼職做家獎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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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大學生還會兼職做什麼 嗯 我會選擇 發船當或者家教 因為我不會喜歡做服務員 做服務員 對 做服務員和當服務員都可以 嗯 很好 很好 你會做什麼樣的選擇呢 我選擇家教 因為可以跟我的專業的方式 很好 很好 那一些人覺得呢 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應該專心讀書 不應該利用課餘時間去打工去兼職 你覺得呢 我覺得 嗯 專心學習很重要 但是 社會經驗更重要 哦 好 那你怎麼看呢 我同意他的看法 嗯 專心 學習很重要 可是 有很多事情 我們既然學 不能從 課理 不能從課理 學到 嗯 不能學課理 嗯 不能從課理 從課理 嗯 不能學從課理 學到 欸 很好 那你覺得我們應該 一心一意的讀書 還是可以去打工堅持 一心一意的 還是可以打工堅持 嗯 嗯 我覺得都可以 嗯 就是 我喜歡 嗯 打工堅持 嗯 為什麼呢 嗯 嗯 嗯 因為可以 嗯 接受 嗯 真的 經歷 嗯 才可以 專心 嗯 可以 積累經歷 積累經驗 嗯 很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大學生打工來說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影響 一起 影響 影響 好 積極影響 積極影響 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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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覺得大學生打工 就是打工對大學生是有消極影響呢 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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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嗯哼 好 你覺得打工對大學生是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想一想 make a 積極影響 積極影響 稍極影響 是積極影響 消極影響 打工對大學生有積極的影響,因為他們可以發現真正的人是怎麼樣的。 就是發現真正的人是怎麼樣的,很好很好,好,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打工對大學生有積極的影響,因為這讓學生積累經驗。 很好很好,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打工對大學生有積極的影響,因為我聰明他們的學生。 很好很好,我們都知道很多各大學生會利用暑假去實習。 那麼,暑假實習對大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你覺得? 喔,因為是積極,積極是… Positive. Positive. 好,第二個,暑假實習對大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當然是積極的,因為如果用暑假的時間實習,不需要用上學的時間實習。 所以就是非常積極的影響,對嗎? 好,你怎麼看呢?暑假實習對大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嗯,我想暑假實習對大學生有積極的影響。 因為有時候可以上升,還可以做一件能力。 喔,很好。 所以呢,我們剛剛都說,我們一致都認為暑假實習對大學生有積極的影響。 那我們也可以說,暑假實習對大學生很有好處。好,一起。好處。好處。 嗯,很有好處。 很有好處。 好,我們來rephrase 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說,暑假實習對大學生很有好處。 它的好處在於什麼呢?看一看。 rephrase 一下剛剛說的。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什麼? oh my god,我不知道。 好。 嗯,實習的好處在於可以鍛鍊你的食物能力。 哦,能力對不對? 能力。 嗯,很好。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因為有些同學可能忘了。 好,積累。 積累。 鍛鍊。 鍛鍊。 好。 簡力。 嗯,好。 積累。 積累經驗。 一起積累經驗。 好。 鍛鍊能力。 鍛鍊能力。 很好。 改善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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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問一下。 做了一個wall mark。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什麼呢? 好。 試一試。 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什麼? 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積累。 很好。 好,試一試。 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什麼? 暑假實習的好處在於改善簡力。 很好。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短的複習。 好。 專心。 一起。 專心。 專心。 好處。 好處。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嗯,很好。 影響。 影響。 好。 現在有個問題。 你們是喜歡在圖書館學習? 還是喜歡在自己的宿舍學習呢? 你們喜歡在圖書館還是在宿舍? 我喜歡在我的宿舍裡學習。 嗯,為什麼? 因為我去圖書館的時候我懂事睡覺。 懂事睡覺。 好。 那你呢? 你是喜歡去圖書館還是在宿舍學習? 嗯,學習。 我喜歡在圖書館學習。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人學習,我也想學習。 所以圖書館學習的好處是什麼呢? 用一用這上面的詞彙。 好處是其他的學生會影響我。 啊,很好很好。 其他的學生可以引述你,讓你更專心。 對嗎? 嗯。 你喜歡在哪裡學習呢? 我喜歡在宿舍學習。 嗯,為什麼? 嗯,因為… 你覺得宿舍學習的好處在哪裡? 嗯,在宿舍我可以就開始學習。 可是在圖書館還得找到一個學習的地方。 嗯,我知道。 很容易。 好,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個。 所以呢,我們剛剛一直都在說實習,對不對? 那現在呢,假設你的暑假實習,有很多公司給了你offer。 一個呢,是大公司。 這邊呢,都是大公司。 另外一個呢,是創業公司,startups。 所以呢,你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 你如果要實習的話,你會選擇去大公司實習,還是去創業公司實習呢? 嗯,我並不想為大公司工作。 為大公司工作。 為大公司工作。 哦,所以你會選擇哪個公司。 嗯,那個公司名叫創業公司。 創業公司。 創業公司。 嗯,創業公司,startups。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 嗯,你會選擇。 嗯,我不想在商業公司工作。 嗯,我不想在商業公司做,但是如果我, 如果我,對我,我覺得我要去大公司。 嗯,你覺得大公司,在大公司實習的好處是什麼? M23可以改善你的简历 很好,很好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都好,可是创业公司 可能让你学很多公司 很好,很好 现在我们再往远处想一下 我们不说实习,说工作 如果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有两个,一个大公司和一个创业公司 都发了你offer 你会选择去哪一个公司工作呢? 你的第一份工作 你会选择哪一份? 我会选择创业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创业公司的工作环境更好 更随意 更随意 很好,很好的想法 你怎么想的? 嗯 我又可以改善你 嗯 我不在乎是大公司 不是,是个绿色的 你 嗯 我不在乎是大公司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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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业公司 创业公司 嗯 嗯 我只在乎是 嗯 不在乎是大公司 你只在乎工作和你的专业有关 对吗? 嗯 好,那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时间再到回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你还会选择歌大吗? 你还会选择歌大读书吗? 你还会选择歌大读书吗? 你为什么摇头 你为什么不会选择? 你为什么不会选择? 我 因为 歌大 不太随便 我比较喜欢 brown 你当时 你当时 黑色 no 咖啡色 大学 我以为是中央大学 嗯 不是 他叫布朗大学 嗯 好 那你还会选择歌大吗? 嗯 还可以 因为 我是韩国人 韩国的大学 比歌大便宜挺多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歌大的 毕业证 可以吗? 对可以可以 毕业证 比较 比较 強 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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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比较值 那你毕业之后会选择回韩国吗? 我现在的打算是回韩国 哦,你会选择回韩国是吗? 嗯,好,那你现在的专业是什么? 我现在的专业是经济学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经济学吗? 我还会选择经济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哦,很好很好,你还会选择Creative Writing和History吗? 嗯,我还会选择协作,但是不会再选择历史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学音乐 哦,所以你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你会选择音乐做专业吗? 嗯嗯,但是我是个,就是我第一年,因为,所以我还有时间换协作专业 哦,换协作专业 啊,很好很好很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自从上歌大以后,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比如说,自从上歌大以后,你还继续跟你的高中同学一起见面吗? 自从上歌大以后,我还跟我的高中朋友们联系 哦,那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自从上大学以后 什么样的联系方式? 什么样的联系方式? 我用Facebook联系 哦,很好很好 好,那自从上大学以后,你多久回一次家?自从上大学以后,你多久回一次家? 我多久? 我多久? 多久? 就是你回家回几次?上了大学以后,你一年回家回几次? 哦,对,自从上歌大以后,我每个年回家 每年回几次呢? 每年回几次 嗯,每年回几次家是吗? 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自从上了歌大以后,上了歌大中文课以后,你的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就四方面,哪一方面进步最大?自从上了中文课以后 自从上了中文课以后,你的听说读写,哪个进步最大? 自从上了中文课以后?自从上了中文课以后,我的听说读写 我对中国文化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很多,但是我对学中文没有关系 你對,你很關心學中文? 你不能說我對什麼什麼關心 我很關心學中文 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學中文的? 我的高中老師 是讓我去北京開始學中文 所以我去年才開始學中文 所以我覺得我很 late 怎麼說 你什麼? late 怎麼說 你學的有點晚是嗎? 嗯 所以是自從什麼時候以後 自從去北京開始學中文以後 我對學中文有興趣 很好很好 很好 好 那你呢? 你呢? 是什麼時候開始? 關心中國文化嗎? 哦 我自從小的時候 關心中國歷史和文化 因為我媽媽告訴我很多故事 比如說三國演義 很有意思 你媽媽是中國人嗎? 嗯 所以你媽媽會教你中文嗎? 嗯 她沒有教我中文 因為她害怕 我的英文 對 我的英文的經過會比較慢 嗯 很好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 自從 我們所有人應該都是這樣吧 自從 在歌大上 中文課以後 我們的中文 越來越好 對嗎? 好 我們說中文越來越好 還可以說什麼? 一年比一年好 請 一年比一年好 很好 好 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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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嗯 你看 在開學到現在 已經有 有兩三個月的時間裡了 你覺得你在哪一塊 是每天都在進步的 看一下 聽力好 寫字快 三詞量大 說的句子長 但哪一塊 你是每天都在進步的 我可以說 對 你可以說 每次從 上歌到中文課以後 嗯 我們都寫字 一天比一天回 很好很好 好 一天比一天快 還有嗎 自從聽歌到中文課以後 我們的單詞量 一天比一天大 很好 很好 好 你有什麼進步嗎 嗯 嗯 自從 學中文以後 我們說的句子 一天比一天長 很好 很好 那老師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那自從在歌大學中文以後 你們有沒有交到越來越多的中國朋友 有嗎 嗯 我現在的中國朋友都是 我 開始是中文以前 啊 教導的 但是 我覺得因為我開始很晚 對 嗯 所以你 所以我 所以我 並沒有 並沒有 新的 交到 嗯 嗯 我並沒有 交到 新的 中國 朋友 哎 很好 並沒有交到 新的中國 朋友 你呢 你有交到嗎 嗯 嗯 對 我交到 可是 我 你是一年比一年多嗎 還是 怎麼樣 對 一年比一年多 就是 都是 啊 因為 我 想 中文的 哈哈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啊 是 啊 我 別的朋友 介紹我 哦 介紹給你 新的中國朋友 嗯 嗯 你有交到 越來越多的中國朋友嗎 所以你是 並沒有 所以你 並沒有交到 越來越多的中國朋友 大家都是這樣嗎 哦 除了 除了 你是 交到了 更多的中國朋友 但也不是因為學了 中文的原因 啊 挺有意思的 好 好 我看一下 嗯 所以我想問一下 跟大家說幾個 sterotypes 然後大家來跟我說 這個對不對 就是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看法 還有 當然我也會準備幾個中國人對韓國人的看法 比如說 美國人都用 都用蘋果手機嗎 你美國人都是用蘋果手機的嗎 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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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完整句子 呃 美國人 並 哦 美國人 並不是 都用蘋果手機 對 很好 嗯 韓國人都喜歡用三星 都喜歡 你好 韓國人並不 都 並不是 手機 對 手機 嗯 很好 好 好 中國人對美國的sterotype 嗯 嗯 美國人都很有錢 嗯 美國人 並不是 都 很有錢 嗯 很好 我覺得 歡迎 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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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服務 可 找法 很好 很好 好 我們一起去吃108階的Thai Market吧 呃 不要 因為Thai Market的價格可高了 欸 很好 我們一起去吃105階的肯德基吧 怎麼說 怎麼說 嗯 我們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肯德基 嗯 嗯 因為 嗯 肯德基對我們的健康 怎麼用個肯 嗯 肯德基可不健康 對 可不健康了 很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複習 嗯 好 先是一起 之外 之外 嗯 好 並不會 並沒有 並沒有 並不是 並不是 欸很好 可喜歡 可喜歡 可好吃了 可好吃了 可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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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之餘 之餘 好 工作之餘 工作之餘 學習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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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好 好 想問一下你除了中文之外 你還會說什麼樣的語言 你還會說哪種語言 呃 除了中文以外 我還會說 呃 英文 好 除了韓文之外 你還會說哪些語言 嗯 除了韓文之外 我還會說 中文 嗯 很好 那除了英文之外 你還會說哪些語言 嗯 除了英文之外 我還會說 當於 印度於 英國於 天啊 哇 你可厲害了 你會說幾種語言 你一共會說幾種語言 你一共會說幾種語言 跟中文 嗯 對 加上中文 你一定會 五種語言 哎呀 你可厲害了 你怎麼學那麼多 因為在尼泊爾 人們都知道 都知道 印度語 尼泊爾 我是藏人 尼泊爾 尼泊爾 我的父母是 是藏人 所以 哇 你會好多種語言啊 嗯 嗯 嗯 你會說日語嗎 你怎麼說 嗯 我 我 第二個怎麼說 我 我並不會說日語 哎 很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 你們都 都拒絕了老師 都不想跟老師去吃中飯 那現在 想要你們用 用這個第三個結構啊 跟我推薦一個 你們喜歡的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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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跟我推薦哪一個呢 嗯 嗯 很好 你喜歡各大附近或是紐約的什麼飯館 呃 其實我喜歡排牌 對 對 哈哈哈哈 可 可 可以說可好吃嗎 對 因為用可的話 我們就是在 可好吃了 對 可很好吃 不可以 對 太太市場 在 太市場 在 在 108間 108間 嗯 108間 好 那你給我推薦一個 你喜歡的飯館嗎 呃 我最喜歡的飯館是 呃 在家 在 聖地亞哥的 Sushi Oda 嗯 我覺得 那的 Sushi 可 authentic 哦 可地道 可地道 嗯 很好 好 那我想知道一下 比如說 韓國人在工作之餘 會有什麼樣的興趣愛好 年輕人 年輕的韓國人 在工作之餘 喜歡做什麼 非常難得 年輕的韓國人 在工作之餘 喜歡 喝酒 喜歡喝酒 哎 我覺得這個還蠻普遍的 嗯 尼泊爾呢 好 我們一起試一下 呃 年輕的尼泊爾人 在工作之餘 喜歡做什麼 呃 年輕人的尼泊爾人 嗯 在工作之餘 嗯 很好 嗯 喜歡看電影 哦 哎 也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好 那一般的美國人 年輕的美國人 在工作之餘 在學習之餘 喜歡做什麼 哦 年輕的美國人 喜歡 呃 上網 嗯 在什麼之餘 在工作之餘 在工作之餘 上網 喝酒 看來 美國人的習慣 和韓國人的習慣 挺像的 都很喜歡喝酒 好 那我們 最後 簡單的討論一下 大家覺得對於Ivy League的大學生來說 利用課餘時間 打工兼職 是好處多於壞處呢 還是壞處多於好處呢 嗯 大家可以跟自己順便的同學 先 交流一下 你覺得是好處多於壞處還是壞處多於好處呢 你們兩個不要緊 嗯 啊好 可以啊 不然你跟鄧非老公 哈哈 你覺得是好處更多還是壞處更多 嗯 對於Ivy League的大學生來說 利用課餘時間打工 簡直 嗯 有 覺得 嗯 好處更快處 那 對於Ivy League的大學生 嗯 可以 嗯 可能 利用課餘時間打工 嗯 有時候 見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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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處 嗯 比較多 嗯 嗯 因為 嗯 我們都在鄉雅塔學習 嗯 不知道 真正的世界怎麼樣 嗯 不知道真正的人 普通的人是怎麼樣 嗯 所以 呃 打工會 呃 給我們介紹一下 啊 你知道嗎 對 介紹一下 真正的世界是怎麼樣 好 好 好 OK 剛剛已經聽了他怎麼說的 我想聽下你們這組的意見 你們這組是覺得好處多於壞處 還是壞處多於好處呢 嗯 呃 我覺得 呃 在利用課餘時間 打工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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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的好處多於壞處 因為 呃 呃 因為 呃 我們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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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世界怎麼樣 呃 很好很好 好你們這組是覺得好處多於壞處還是壞處多於好處呢 呃 呃 我們都覺得好處比壞處更多 呃 為什麼 呃 就是對於我來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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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一般的工作更能勝任一般的工作是嗎 呃 呃 所以大家一致認為好處多於壞處嗎 是嗎 都是這樣認為的 對嗎 呃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正好入学,那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